中原新村是台湾省政府所在地 以花园城市造震 早年生活技能完善 进城后没落转型为旅游景点 当地游举外的游票登墙 更是当地特色场景之一 近期全部拆除地方难过不解 对此县议员林路阳也要及相关单位 前往实地会刊 其实是从去年大概第四季部分 已经陆续接到部分民众反应 因为游票墙经过十年风吹日晒 那其实它表面已经呈现泛黑了 那经过十年期间 就安全性还有就警官方面 确实是已经无法修复了 那今年本月又接到一些民众 就透过那个意见信箱 反应说因为警官确实是一步雅关 所以才今年才艺然的 才将它人性拆除 那其实这篇游票墙 代表中心特色 其实我们中华游政也都知道 那我们也很不舍 这篇游票墙这样子拆除 那当然在后续部分 就会定取议员他各方面的建议 我们朝议员这方面的建议来努力 中心游举2014年为营营台湾灯会 在中心村打造约两层楼高的游票灯墙 上面展示了328枚中华民国游票 游票图案年代横跨半世纪 成为当地特色场景之一 对此先议员林陆阳也希望中心游举外能够审慎规划 将游票灯墙整修恢复后 再次展现在地特色 中心新村中华游政旁边的游票墙 其实是在2014年开始 因为那时候的台湾灯会的时候设置的 那我相信也承载了非常多地方民众 以及台湾很多好朋友来这边游玩的一个重要的回忆 那也因为10年的时间 那其实都有一些放黑 那有一些维修上面的问题 那中华游政 当然他们也是受到很多的陈情的压力 那结果就将这边游票墙给拆掉了 我仍然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我们跟中华游政沟通后 中华游政也有其他想法 我相信会多方的考量 让我们的这个中心新村的游票墙 能够再恢复我们在地的特色景观 中心游局原本兵分的游票图案 突然全部拆除 少了地方一大特色及地标 对此南投游局劳暗总务科科长黄春耀表示 盖墙面10年封霜 已让游票登墙褪色 无法修复 后续部分也将超王议员所提供的建议来努力 记得全部去南投采访报导